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第四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他说 他说当今呢 做体力工作的人赚的钱 往往比在办公室的白领赚的钱要多得多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我们看到聚首的这个neastase 这明显是个时间状语 叫当今现如今 它的具体用法咱们一会儿会讲解 然后后面呢 这个没有下发现的白颜色的部分 依然是句子主干 就是people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人们往往会赚更多的钱 什么人呢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是第一个定义从聚 修饰这个people 就是做体力工作的人 体力工作咱们此空中见过 叫manual work 那么赚更多的钱 比什么呢 后面这个then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到句末 整个是一个借词短语做比较壮语 这个then在这当借词 比这些人什么人呢 那么下面这个句末的黄颜色的句子 就是千套在比较壮语里面的一个定义从句 修饰先行词people 比这些人哪些人呢 就是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比他们收入要多得多 好 把语法看完之后 我们下面看了一些词法的细节 首先第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当今现如今 these days 咱们要注意 these days叫当今现如今 不能翻译成这几天 是当今 它有三个词在写奏中可以替换 我们跟老师分别大声来读一遍 these days today nowadays 都可以表示当今或者现如今 咱们写奏中这是五星级的重点词了 尤其这个these days前面不能加借词 不要说on或者in these days都不对 那当今现如今 但是我们看看跟他如意搞混的另外一个词 就是在当年 想当初 在当年 我们有一个no states 但是注记一定要加一个借词in 在当年 想当初 一并加借词in 但是当今却一并没有借词in 咱们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说过 读书使人充实 讨论使人机民 但注意最后一句 写作使人精确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什么叫写作使人精确呢 英文中写作部分 尤其要注意 每一个地方细节 语法句法词法差一点都不行 这个地方哪个有借词 哪个没有借词 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 我们看个in those days 这些例子 比如说第21课 106页的第二行 106页第二行 就是丹尼尔·门多萨这颗书 他说 in those days boxers fought with their fists for price money 在当年 好几百年以前 在当年 当时的拳击手呢 是赤裸着拳头 为了奖金来比赛 没有规则 也没有拳击手套 是当年的情况 叫in those days 在四册里面会再次出现 四册第九课 叫做王室间谍活动里面 出现了这么一句话 叫做in those days wandering means shows were welcome everywhere 在当年 就是一千多年前了 当时浪迹天涯的 银游歌手 在各个地方都受欢迎 在当年 注意in those days 这是没有办法的 咱们建一个计一个 李老师讲过的重点 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这是五星级的重点表达 好 我们再回到文章中 他说 这个做体力工作的人怎么样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注意这个receive money 在这里不要翻译成收到钱 那没有人给他寄钱 这是赚钱的意思 receive money 可以表示赚钱 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口语中用的最多的 可能是make 你看如果我们是老外的话 我们在口语中一定喜欢说make make 干脆利落 receive 还是长音 那这还两个音节不好说 make 就一个原因嘛 它是单音节的 这个好说 但书面也有种 他不在乎麻烦的 只求这个正式 可以用receive 当然以后earn money都行 how much money do you make do you earn 甚至更文言的 do you receive都可以 百分之中呢 是赚更多的钱 不但是更多 而且多的多 这个far经常可以放在 比较及钱 表示什么的多 多的多 长的多 远的多 重的多 等等等等 跟它类似的还有几个 我们注意这几个词经常放在 比较及钱 表示什么的多 像far 比如far more 多的多 much more even more still more yet more 都可以 yet longer still longer 都可以 跟各种各样的比较及 表示什么什么的多 都可以 但是如果把它语气降低一点 我是多一丁丁点 长那么一丁丁点 略略为高那么一丢丢 一嗖嗖 一厚厚 多一点 怎么办呢 也有相关的表达 书面语中 咱们往往喜欢用slightly 就是轻微的 口语中一般可以用a little a bit slightly more than 比你多一点 丁点 a little more a bit more 这个都行 这是在比较及前 把它加强或者减弱一下 它的语气 注意 见过的搭配 咱们就可以放心用了 比什么人呢 但people who working offices 比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收入要多得多 在办公室工作 这个简单 就who working offices 整个句子好翻译了 现如今呢 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他们的收入呢 往往比做办公室的人 要高得多 这句话 看能不能跟老师复述一遍 好 从头来 当今做体力工作的人 收入网络与办公室的人 要高得多 one two 一起来 these days people 定义总句 who do manual work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than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好 再来一遍 两个一句来 these days people who do manual work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than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好 好 下面咱们不白复述 咱们造一个句子 咱们看这句话 现如今在娱乐界工作的人 娱乐界咱们可以叫the entertainment field 叫娱乐圈 entertainment叫娱乐 娱乐行业 那么他们挣的钱呢 往往比在教育行业工作的人要多得多 明星往往比老师挣得多 像林志盈跟李洋荣老师应该说同岁 看着可比我年轻多了 这个他挣的钱当然比我多 这个教育行业咱们可以叫the education sector 教育行业 挣的钱多得多呢 do you receive far more money 就好了 这个咱们看可以怎么说 我们尝试来说说这句话 现如今 these days 在娱乐界工作人 people who work in the entertainment field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than people who tour you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好 这句话就出来了 我们发现比较轻松 而且造出来之后特别自信 因为这个搭配咱们见过 另外大家注意 我为了避免重复 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词汇的替换 比如前面这个工作 咱们用的是work 而这里面工作换成to you 这个更优雅的词汇 在四侧里面会碰到 这个to you也是工作 但特别强调汗水流在地上 滴滴答答 滴了一滴 像老黄牛一样工作 老师辛勤的园丁 咱们用这个词 一方面避免跟work重复 二来突出老师工作之心 可以这么说 好 第一句话咱们看到这儿 接着往后来看 我们说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ar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white-collar workers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usually wear a collar and tie to go to work 咱们先做做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所以又是一个比较长的句子 长句子咱们分析分析结构 那么这个白颜色的没有下滑线的部分 依然是句子主干 主干是people ar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white-collar workers 就是人们经常被称作为叫白领工人 然后前面那个黄颜色的who working offices 这跟第一句话后面那个一样 还是定语从句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经常被称为叫白领 然后是为什么呢 从for开始这个写体字带下滑线的部分 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一个圆韵状语 只因为呢 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 然后句末这个黄颜色的带下滑线的部分 明显呢是做前面reason的一个同位从句 这个同位从句这个知识 咱们在第一课老师讲过 那么做前面reason的同位语 什么原因呢 就是他们通常是穿戴的一个领子 就是白领子 有语境嘛 还有领带去上班去工作的 但整个从for到句末 是个借词段语 当原因壮语 其中牵涛了一个that引导的同位从句 好 这句话呢特别优美 这句话美在哪呢 这句话有的人说不美啊 为什么呢 你这用词重复了嘛 您在前面说过 咱们在写作中尽量在上下文表达 要做一个替换 但你看第一句话末尾 这个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是这个搭配 第二句话开头又是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这个表达不重复了吗 这个地方是作者故意用相同的表达 用头不服了 说李老师 您这个讲课是两头鲁 你一样了 你说还故意一样 你不一样 你说被替换 那我写作我哪吃了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这个不是两头鲁 这个地方用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 就是顶针或者连珠 在中文也有什么意思 手尾相连 增强 语言的趣味性和连贯感 在英语中述一件anadyplosis 这个词不用记 咱们中文的版本就是翻译成顶针或者连珠 这种表达在中文中也比比皆实 你比如说这个四川青城山天师洞 这个是个道观 门口有这么一个对联 你看他这么说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个里边刚好是首尾相连 把老子道德经 这里边这个经事给讲出来了 在中文中这个诗歌中也用的很多 你看当年广西三江县 有一个人中了晋识的 不是晋识研 中了晋识这个学位了 当时他的老师很开心 而且他所在县 县长 县太爷也很高兴 我们县出了一个晋识 很高兴 就把这个老师给请来了 把学生也弄到这儿 然后县太爷亲自敬老师一杯酒 说您这个培养处好学生 我们整个全县人脸上有光彩 这老师喝完酒之后 趁着酒庆赴诗一手 那怎么说呢 这么说 天下文章数三江 三江文章数笔乡 笔乡笔乡 笔乡文章数晋识 晋识跟我学文章 说来说去还是夸自己 全天下的文章 广西三江的文章最好 三江下的文章 我们家乡的文章最强 我们家乡的文章里边 数晋识写的最好 这晋识是我学生跟我学的 充满了趣味性 首尾相连 增强了联光感 这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你看这个小布什 在911电视讲话中 其实就用到了这么一个修词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的这个悲伤已经变成了愤怒 然后愤怒又变成了决心 我们要跟恐怖分子坚持抗争 这个grave就悲伤已经变成了 turn to就变成了 这个在后面课文中咱们会碰到 在第7课里有 并且的愤怒又变成了这个决心决断 你看用anger把两个句子首尾相连 连到一块 当然小布什的英文水平很有限 我们看看像大诗人的作品 可能写得更漂亮 你像Lord Byron拜伦勋爵 在一首爱情诗中 把这个两个陌生男女 由这个相识相知到相恋 这个过程描绘得唯妙唯肖 你看他里面怎么说 For glances, beget ogles, ogle size, size wishes, wishes worth, and worth a letter 这个glances, glance 但英国人会读中glance 都行 叫什么呢? 叫撇视 无语中撇视一眼 后面这个ogle 当然先说这个动词beget 这个beget是一个比较优雅的动词 相当于时产生或者导致的意思 由前者会导致后者 Ogle呢 Ogle是秋波 情人之间的秋波 他说因撇视而生秋波 就在古代呢 可能在贵族的这个酒会上 一次舞会上 这家的千金小姐 看到了那位少爷那个帅哥 两个人看对了眼了 这挺漂亮 那长得挺帅 在古代呢 男女授数不亲 特别不方便 现代方便了 留个微信号吧 或者留个默默更好 对吧 但是在古代不方便 所以呢 因撇视而生秋波 两个人看对眼了 但是怎么样 Ogle size 因破秋波而生叹息 大家注意 这个句子是不是并列的 你看 一句 两句 三句 四句 后面and 并列 那么并列句中 重复的微动词被去掉了 这个地方省掉了beget这个词 就是因秋波而生叹息 哎呀 没有机会相见 这个没有机会去相识 想进一步亲近 有不可能上来就抱住他 那被人打死了就 对吧 这叹息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因叹息而生西纪 中间那个beget被去掉了 对 又叹息而生了 希望能够跟他进一步交往 能够这个情定终身才好的 因西纪而生绵绵情话 一肚子掏心窝子话 热着呼呼呼呼 又出来了对吧 最后呢绵绵情话 又变成了情书一封 你看把这个描述得非常漂亮 李老师翻译的有点恶心 但是这个确实描绘得很漂亮 因这个撇视而生秋波 因秋波而生叹息 因叹息而生西纪 因西纪而生绵绵情话 最后绵绵情话 又变成情书一封 写的微妙微笑 但是咱们呢跟拜伦寻诀 大诗人确实有差距 但是我们呢写的简单一点能做到 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跟你说 Learning English is too hard for me 英语对我来说 学英语太难了 我都要放弃了 我们就鼓励他 不要放弃 为什么呢 我们鼓励他 If you dream it You can do it 如果你梦想要成功的话 你就会去做呀 你会去做呀 If you do it You can love it 如果你去做的话 你就会爱上他嘛 他越做越爱嘛 对吧 If you love it You can enjoy it 如果你爱上他的话 你就会从中得到乐趣 会喜欢上他 那如果能得到乐趣呢 If you enjoy it You can make it 我们知道make it 是个习语 它表示succeed 成功 你看 如果你要梦想要得到他的话 你就会去做他 如果你去做的话 你就会爱上他 如果你爱上他的话 你可以从中得到乐趣 如果能得到乐趣的话 你就可以成功了 他才发现 这又是一个首尾相连 所以在本文中 这不是用词重复 而是故意用了这么一种修辞 这会明白 李老师讲课 不是两头路 是有道理的